哈喇老师你好 我们来看这次作业 好 自行上 有一点小问题 左边的写的有点太挤了 而且横跨之间的协调要注意 你可以再写稍微大一点点 协调性很重要 然后再要高一点高一点 然后这里的摆动有点太低了 然后这里有点写重了 最主要是这一个大小 差一点点就感觉有点差异 还有这一个肚子 稍微再出来一点 然后不要写那么大 反的这边呢圆轮一点 这要提的过程 不要直接折 然后稍微再长一点点 会更适合了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名 这名要注意 然后呢测风就是要小心 你这里的测风注意 上面光滑下面斑驳 那就是测风的时候要处理好 不然会这样 两边不均匀是不太好的 好 这里稳定度也是要小心横跨 好 那我们再写给你看一下 好 那这里 就是有几种可能 这要调上去再折 好 你看我转侧风 好 也是要小心 推的时候你不要这样子 好 要这样 就是说如果这样写 就是上面完全是笔尖 下面是笔度 就很容易这样 如果这样逆风 大家一起阻力 就比较不会这样 要注意一下这个细节 这未来常常会碰到 性质 同样的问题 所以纸笔的角度要再小心 这越来越重要 因为重复的习惯要改 不容易改 这里也是一样 还有这边也是一样 这个都是一样的问题 然后结构就斜度上要一致 第一笔斜度太大 以至于 然后这个如果稍微没有平行 就怪怪的 好 再注意一下 硕取 以前 有提过 但是我这里再特别强调一下 你在写的时候 是侧风没错 但是一定要注意 两边的质感是一样的 不要太写 如果会这样就代表 代表可能太写 还有写字的墨水量不足 也很容易这样子 这个因为我没有看到你写的过程 大概只能这样子来探讨 要小心一点 层次好 从刚刚几个指导 现在你横划习惯上 斜度比较大 要注意 好 这也是一样斑驳 当然这有一个折痕 然后这就难免了 斜度要小心 这也是一个折痕 所以 有折痕就要特别把它压平一点 然后这除了斜度以外 还要有弧度 你看你上去之后没有下来 就感觉斜度就很大 就不适合这样子 再来看这个寒字 寒 直接按 只要太硬 好 你看这斜度 到这里又更大 整个协调性不是很好 要注意 平一点 这里更大 好 也是一样折痕 折得太硬了 注意 同样的问题 口字还要再大一点 好 这里斜度不要那么大 而且要下来 记住了 然后这一树要靠左一点 笔画越多越难 那是必然的 所以要更小 新一点 那写到后来要有一种 可以感受到一种 笔画越多越喜欢写 我是这样子的 因为越多越能够去 去书写的时候 其实也蛮有趣的 不要怕多 只是一个耐性的问题 好 同样的问题 在这有出现 右边斑驳太厉害 折的弯曲度太大 好 小心这里要提上去 再按 这也是切 切的动作明显一点 折 收笔没有收好 跟握笔的角度 是有关系的 这就特别要去小心一点 然后这个 再来 这么多行 好 我要讲快一点 我已经忘记你写几行了 好 再来看另外一顿 后面我就讲快一点 因为问题点都差不多 就弹一下就好 好 竖画 歪的 太比较严重了 好 这一次的横画比较好一点 但是大小 有点问题 这要靠左一点 这要重一点 这样子 好 也是 角度要注意 那这个影子呢 有点很硬 这里刷下来很硬 还是有一点 轻肿腰身比较好 那在这里 该斜度的时候 没有斜 而且要一个弧度 右边还是有一点斑驳 再拉长一点 会更好 翁制造型 没问题 很好 还是一些小问题 就是斜度的问题 第一个 切没有切出来 第二个 斜度要出来 这样才能跟下面 整个稳定性 好 右边不要抖 冬天还没到 还没那么冷吧 不要发抖 好 这里折的 动作之后 再重一点点 就会更好 硅 硅去来 细的硅 来 乱看之下就是稳定性不够 你会不小心曲线做得太夸张 好 像这一个 像这一个跟前面那个瘦的书画一样 该挺的时候要注意 不要抖的弯曲度 然后切 注意这个角度 斜的角度 好 这边动作不够 横画 好 这还是一个轻重 轻不是直接过去 好 这里又很明显的斜度太大 然后稳定性就不一致 然后这一树抖得很厉害 而且没有写在正中央 一样 会冷 就是 冷气吹太强了 好 这个稳定性也是乖乖的 斜度太大 好 这 动作太快了 斜度也是太大 踢 加下来 重一点点 然后呢 要小心靠右 这个月没有站稳 平一点哦 整体性不够 然后这尾巴太长了 这边呢 有点拖腻带水的味道了 再来这广字 差不多都是同样的问题 斜度的问题 斜度 然后右边稳定性的问题 斜度的问题最大 自己再调整一下 整个字都太斜了 好 再来 很快的看你的字运的字 好 字运的字 木秀与岭封闭垂之 好 你这个挑法变成 那个 比较接近 颜真轻的写法了 好 然后 树化也是一样 失去 我们在学 储罪量的 那个 宁冠钻的写法 好 首先呢 斜度 重 轻重 加一点弧度 会比较好 然后装饰 重 轻 摆动 远一点 跳 急住哦 斜度 轻重 好 一定要一个斜度出来 轻 加重一点 侧按 这脚的感觉要明显一点 最主要的 树化这个 轻重的问题 秀 上面写太大了 下面的奶要大一点 那同样的问题点就是 结构上要注意 还有线条的质感 临摹可以很像 但是临摹到可以 要可以治愈 当然这是一个很难的过程 所以治愈 临摹的时候 这些细节 尽量 还要注意 轻重 轻 好 越清楚越好 这样才能 记得很老 好 这里也是一样 轻重 轻 要做好 这里不要太重 加重 折的话 小心折 折 刚刚一直在提的 这样子 比较舒朗一点 这角度要小心 木锈鱼 鱼就 写度太大了 而且有点变小了 好 逆笔而上 不要发抖 要轻重 撇出去 装饰 重一点 写大一些些 写大一些些 不然整个字 在这里就 显得比较小了 好 跟上下纹 好 零字 跟刚刚那幕一样 你写得 太硬了 硬邦邦的 而且不用拉那么长 还有 没有站稳 歪歪的 往右倾斜了 不好意思 有点 纸 不太 平 好 左边写短一点 右边 写度继续上去 好 那我做不同的 头 挑 轻 这里轻重 要明显一点 然后这四个字 我稍微提一下就好了 风的脚 拉得太长 里面可以再大一点点 轻重 可能要再明显一点 好 闭字的笔顺 应该是没有 要小心 绝对不是写一个新 再加一片 这里应该大一点点 会比较好 这里不要那么重 好 这笔字 吹字的整体性不太好 为什么呢 你看这里 书画跟这里书画 而且中间太松了 所以两个书画之间 不要距离太远 然后近一点 好 稳定性 扁的稳定性 乖乖的 斜度还是有点太大 下来一点 好 脂字 嗯 这应该扁一点 会比较好 它里面有这个字 然后尾巴要注意 折的感觉要拿出来 好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好